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大德同修 大家中午吉祥 阿弥陀佛 我们刚刚提到 知子而后有定 这个子有一个我们效法的对象 我们依老和尚为榜样 他所教的言教 他所示范的身教 就随时在护念我们的道业 所以密宗讲三种根本 第一是成就的根本 是本尊 那我们念阿弥陀佛 就成阿弥陀佛 所以这个本尊是成就的根本 第二是事业的根本 是护法 有好的护法 那护法的人才能安心 深入经账来护法 那像我们协会会长抗力 带领大家 把这个法会都能 组织得很好 那主法和尚来 他就能够很好的 做法会 那射受大众 第三是加持的根本 就是我们医子的老师 密宗是说上师 所以当我们都不忘老和尚的 身教言教 他老人家就随时在加持我们 现在大家感觉到加持了没有 我自己是感觉到香港来 这个加持的力量特别明显 因为一下的飞机 好像那个景象就很熟悉 每一次都来到香港来清静老上的 所以那些景物包含那片子 我们那个教学楼 餐厅 摄影棚 那些景象 一看就很想流泪 感动 昨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学习进攻上人的道义人生 那我们处世代人呢 都是助修 我们时时都是以这个义 正义正义 义者义也 就是应该的 这份义物 那我们用道义的存心 去处世代人皆物 这个都是助修 都是功德 你看我们是义工 是吧 觉得我们对民族有一份责任 来护持文化复兴 我们是佛弟子 护持佛法 我们有一份责任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老话上有说 劝勉我们 做的好 是应该的 做的不好 有罪过了 你看这个 这个话当中 都是言以律己 这是忠 那别人做不好呢 能包容 宽以待人 这个听法 都要用忠肃的心来听 不然我们一听 老话上说 做的对的是应该的 结果我们看人家来复述 做都是应该的 那昏倒了 所以我们刚刚说法器 你的心态就好像一个器皿 能把法接住 心态不对了 就好像我们这个心态是 言以律人 宽以待己 那就代表这个茶杯里面有毒药 这个体肤 这个法药一倒下去 就变毒了 会毒害自己 越有越学越傲慢 都是要求别人 那对别人也没好处 别人都生烦恼 那我们昨天提 黄老说的 无情不能修道 就是让我们能够重视 尽我们的本分道义 不能修行修的 都脱离了自己的本分再修了 这不妥当 印光祖师有一段话 对我们修学也是很重要的互念 老人家提到了 念佛之人 必须 事事长存忠素 就是言以律己 宽以待人的态度 心心提防过千 我们这个心很敏锐 每一个念头要关照得到 不能偏离 经教 偏离真心了 知过必改 我刚刚跟大家探讨 父母最担心我们的毛病 改了没有 那假如父母一直提醒我们 我们都不改 其他的能改吗 那就很难说了 知过必改 这个就是有向道之心 这个习记不去掉 一定障碍我们 往生极的世界的 见义必为 见到应该做的事情 一定把它扛起来 不会袖手旁观 如是 这个 方与佛合 就是一个人 处世带人皆悟 能够存忠素 然后防止自己 犯错 知过必改 知善必为 方与佛同 他跟佛的心相同 相合 如是之人 决定往生 若不如是 假如我们处世 没有应主这样的教导 跟他这些教导相应的话 若不如是 则与佛相反 跟佛心 不相应 绝难感通 我们常说 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念念佛 我们情意都不足了 自己的本分 都不愿意承担逃避了 用这样的心来念佛 敢不敢应 不够敢应 所以透过应主的教导 我们觉得 我们的助修当中 一定要尽到 那我们就以 我们在法会当中 我们有执事 我们就以昨天的内容 大家再来探讨一下 比方老婆上说 多带一些人回极乐世界 对我们都有这份道意 今天我们在法会当中 服务的任何一个人 是不是你们 要带回极乐世界的人 你看你为人眼说 这个几天下来最感激的就是你 你对他的服务 体恤被指 感动了 我们要带回极乐世界 我们要带回极乐世界的心 来结这个缘 包括我们的小组里面 我们是领导者 都是这样的心 可不能是 哎呀 又多了一个人手 太好了 都忽略了 要忽略他 我自己是在高雄市长大的 大都市 不知不觉 自己考虑事情 都是先想利益 现在要转念头 要先想道义 要把人互念好 这个人才 跟我们是道义之交 长长久久 一起互持正法 同生极乐果 但是我们假如都是考虑 把他当一个人力用而已 用的他身体都 透支了都不知道 那你又没有互念 栽培他 他身烦恼了 你也没有洞察到 即使关怀 即使互念 那他烦恼越来越多了 他可能就离开了 所以一个团体 是兴 是衰 必有真相 必有征兆 离开的人多了 那这个团体要衰了 留下的人多了 这个团体就要兴旺了 其实都是我们领导者的 一念之间 你是道义 还是利益 所以把它当一个 这个 工作人力来 看待而已 这个是道义的部分 第二呢 仁义 昨天我们提到 老和尚有说了 这个世界这么乱 我们总要走出 一条活路出来 那我们 结了这些园 几天法会 种了很好的种子 像我们 学会 做的 听师父说 我今天还 早上还听了 这些 法语 它可能只有八分钟 不会太长 大家现在想一想 你假如 接到人家 传一个链接给你 是两个小时 你会不会看 现在人 可能 你给他 八分 十分钟 他会打开 太长了 有时候 可能他就 没那个耐心 但是我不是说 不应该听 听两三个小时 大家不要误会 我的意思 我什么都没有说 你们也什么都没有听 不然我跳到黄河 都洗不清 对现在人 你要硬他的鸡 他现在那么浮躁 你不能太长 短一点 有触动他的心灵 先以欲勾签 他真正有受益了 他随着听经 他认知就会加深 应该 好好听 老实上一套光点 那就是他认知 他自然就会去做了 包含我们现在已经学了五年十年多 听经也要一套丁好好深入去听 不能都是看YouTube 跳什么就看什么 这样你没有办法掌握老人家整个他修行 教学的思想体系 可是你只要听一套了 不管哪一套 他老人家一生修学的理念 都会在一部经当中 很自然地流露出来 不管你是听太上百应篇 还是阿难问世纽凶经 还是听了凡事群 但你要整套听下来 而且那每一部经的义理 是非常全面的 我常常跟同修说 你遇到了任何事 了凡事群都能解决 里面的教理 你们可以提出异议 假如你遇到问题 把了凡事群读一遍 还是没找到解决问题 可以找我 你们可以写上来 因为我话已经出去了 假如我这个话讲得不对 我要背因果 但是我有这个信心 了凡先生 这个都不是普通人 他们讲一部经 都是很圆满的道理 老婆上看到这个社会这么乱 他也是人积几积 人逆几逆 所以老婆上都讲到 教学为先 赶快办班 你看五天班 七天班 都能让浪子回头 刚刚提到了 现在忧郁症的人那么多了 这个人 两个人 想到自己 想到别人 感同身受 所以我们就是用这个仁义心 去跟所有来的大众 结这个法缘 你关心他 你关心他 了解他的情况 可能他拿回去的法宝 都很对他的情况 所以法宝主的重不重要 这个可以多请教我们 正居士 法宝主的负责人 包含这个 忠义 敬己之味中 尽心尽力 老婆上说 我牺牲生命 都要把传统话传下去 请问大家现在 把传统话传承了 有没有生命危险的 你看老人家 连生命危险都祸之巨 我们现在这都不算什么 而这个要 进这个宗 要有耐性 不能你互念一下大众 给他讲 他有点不能接受 真是一禅体 狗咬履洞兵 不是好人心 其实我们起这个念头的时候 都是对方在告诉我们 我们真心还练得不够 耐心还不足 所以老婆上讲 菩萨是德 第四是什么 普代众生 受苦德 其实人 修行 不是说你要经历 非常多的事情 而是呢 我们在每一个境缘当中 能够真正尽全力 就像陈德昨天 举道 很敬佩道工长老 他的出家弟子 可能有不听话的时候 只要回头了 他都全心全意去帮助他 做到人至一静 那不就是 借由不听话的学生 把什么练出来 把真情真意练出来 把真心练出来 我看在座一定有很多是 大顺的后代 大家都查过祖谱了吧 去年就祭祖法会了 还没查祖谱 这样 不妥当 这个我们曾经在马来西亚 办祭祖 很巧 我们马来西亚单位里面 好像有五个同事都姓华 同一个祖先 因为唐朝他们的祖先 做了好像部长级了 生了二十一个儿子 三个太太 哇 这个父亲很厉害 她说儿子不能都靠我 统统让他们离开家 三个太太说 可以 不过都要留我的长子 结果就留了三个 其他十八个就 都离开了 至死其力 不能靠父亲 结果后来还有留到很多东南亚 所以他们叫十八子的后来 结果这五个同事 全部都是十八子的后来 他们在祭祖的时候 就齐请祖先 皇香就坐在上面 孝替之志通于神明 光于四海 所以大家下一次祭祖的时候 要请自己的祖先来 尔东城 古月湖 田地的田 女字旁的窑 我好像收到问题单 两个同修姓姚 还有仁智旁的父 师父的父 仁智旁 刚刚有念到您的信的 请举手 来掌声 这个都是 顺王的后代 他们身上都有顺王的DNA 他们要行孝 马上那个DNA就起作用了 那我们看顺王 他当天子以前 他的境界最主要是什么 就是他的家 父亲跟后母要害他 弟弟要害他 你看这样的境园 一般的人遇到就觉得 苍天啊 怎么对我这么不好啊 但他会修行啊 顺王在这个境界 就练出他的笑形 练出他的真心 结果他的福报现前 顺其大笑也愿 得为圣 你看他的德行 就在这里练出来了 尊为天子 福报现前 富有四海之内 所以不是你要遇到 很多的境界 而是你在每一个境界 都是真心对待 你就在这个境界 就提升上去了 所以你看 菩萨式的都是练真心 随缘 随每一个缘 妙用 你遇到每一个缘的 纯心就是 我要提升我自己 历史练习 我要互念到对方 因为他跟我有这个缘 妙就妙在 你念念为他想 妙就妙在 你的佛号 都提得起来 都在心里面 你就不容易随顺情绪 一起情绪就不妙了 你一起情绪 教孩子就不妙了 今天孩子犯错了 你不挤情绪 你还替他想 摔碎了一个杯子 你没有挤情绪 没有说我在警德证买的 你还把他摔了 所以警德证 比你孩子的会命还重要了 那个杯子的钱 比你孩子会命重要了 摔破了 破了都破了 又回不来了 这个当下 孩子别紧张 不要割到了 来来来 把扫把拿来 杯子摔坏了 也是一个法源 教孩子怎么应对 而不受伤 进一步呢 你端茶来给妈妈喝完 妈妈知道是你的笑心 他可能眼泪就丢下来了 一点都没责怪 我还能体会到我的心 那你想一想 为什么 刚刚会摔破杯子 我刚刚太急了 他就总结这件事 你看 妙了 你没有用情绪了 你自己耐性就在这里提升了 孩子也从这一件事得到教训 你们母子之间的心就越来越静了 这个妙用 就自受用 跟他受用 无方的 没有一定的地方 也没有一定的方法 就看那个姻缘 去运用 再来 威仪住持 有责等 有身教 其实我们有身教 才有本钱 去引导别人 比方说我脾气很大 我告诉他 脾气小一点 他说 你也没有比我好到那里去 你五十步 还向我百步 这些经典都有 你看大学说 君子有诸己 而后求诸人 你有这个优点 你去带动别人 那家很欢喜 是吧 你看老阿商一说 我们人要沉浸千和 我们这里就 老阿商表演给我们看 是吧 比方说 这个人一点都不谦虚 他在那里说 要沉浸千和 你马上那个脸就好 就很不服气了 有诸己 而后求诸人 无诸己 你没有这些缺点 而后非诸人 你没有脾气的 你再去互念他改脾气 他会很接受 好 最后是 普代众生受苦的 要有耐性 要练出耐性来 真心里面很有耐性 而且 我们要去帮一个人 我们有业力 我们得要调伏自己的业力 才能帮得了人 所以往往在处理事的时候 这一件事是医报 随着什么转 正报 正报是我的心 所以处理事 最关键的在哪 我有没有护好我的心 所以老阿商说 佛菩萨祖先承担 确实是这样 今天你要去帮一个人 你的爱心就跟 诸佛菩萨 同底大悲相应了 佛菩萨会加持 真的不是人的能力 他的祖先 也会护佑我 终于有人肯出手 帮助我的后代了 那我要把我的心护好 佛菩萨跟祖先才加持着上 而我们往往在处理事的时候 我们的注意点就到哪里去了 就到这件事的哪个人 哪个点 忽略最根本的是什么 自己的心 所以我们有业力要护助 最好的方法 就是念阿弥陀佛 昨天那个同修说 我贪生吃慢都很重 怎么办 这个阿且陀药 万病种子 你很多三昧 他可能是自贪的 或可能是自称的 但是这一句佛号是 所有的病 所有的习气都能治 只要肯老实念佛 所以我们很多问题 很可能都是不够老实念佛 容易钻牛角尖 承得自己学佛 印象很深 也有遇到想不到好方法的时候 可是只要自己有警觉了 这个想不通 先去念佛 不要硬想 硬想会伤脑筋 很有意思 你念个十几分钟 二十分钟 好像很自然就想通了 或者你去听老汉讲经 你听个一段 不管老人家讲哪一部经 你只要听个二十分钟 我自己的经验就有答案 其实你是随着念佛 听经把心静下来 那个法就容易入心 或者心一静下来 佛一加持 你就提起正念 就有灵感 好 那只要心护好了 负责的事就往好的方向走 而我们有业力 你帮助的人也有业力 他的家庭 有没有业力 整个大环境有没有业力 我觉得我们现在要帮助别人 首先 你自己要不被手机控制 你才帮得了别人 因为被手机控制 我们的心就不够定了 那怎么帮别人 我觉得现在要帮别人 首先帮助他 不要被手机控制 不然进步不了 好 所以普代众生 受苦德 要有耐性 所以忠义 尽心尽力 有耐性 还有信义 我们服务大众 有答应的事 我们要把它记起来 拿个小本子 樊出言 信为先 我们也是很好心 答应他了 结果忘记了 然后这个 各地来的同修一想 怎么我们法会工作人员 搭一门的 黄牛 跳票 这位同修 假如我曾经开支票给你们 有跳跳的 请通知我一下 现在过了中秋 记忆力没有那么好 我感觉 你弟子归要落实一句 都要有配套措施 最好是 拿个小本子 随时 放在兜里面 那个樊出言 信为先 一定要记 我最近常常 只要答应完 没有记 要想 想不起来 好 这个 我们答应的事 都能记起来 都能够办到位 整个自己跟团体的威信 就不断提升了 给人家很有安全感 那像弟子归 举另外一个句子 见人善 即师起 请问要不要小本子 记下来 不然到底要效法 人家什么优点 有时候很容易就忘了 刚刚跟大家说了 我们要以老和尚为榜样 那我们有没有曾经静下来 来写一写 老和尚有什么榜样 每天看 每天看 你就在境界当中 很容易就提起来 它的丰分 就更能 准确的去效法 学老和尚 学就是效法 越学越像 大家学了佛这些年 有没有你的亲戚朋友说 你越来越像老和尚 有没有 有没有说 你变了 亲戚朋友 有没有见到我们的时候 你变了 哇 这么惨 都没有啊 读书跪在变化气质 你说什么时候气质会变 你老实念佛 气质就变了 你认认真真 做一句教诲 老和尚哪一句教诲 保证你三个月 气质就变了 老和尚有一句妙法 念念为他人着想 因为我们的习气 都是从我贪 我成 我吃 我慢 就是有这个我 念念为他人想了 这个我质就慢慢淡了 贪成吃饭 就慢慢就起不来了 所以这个是妙法 你念念为人想了 你那个心就越来越 柔软 自卑 三个月 你就变习惯了 我们有没有曾经 拿哪一句教诲 念三个月 我们当爸爸妈妈的 要念那句 放下控制的念头 放下占有的念头 你是我儿子 你 那个里面 有没有夹杂占有 放下对立的念头 有一个同修 他听经很多 也讲了不少课了 但是他教理贯通不了 给我问好多问题 当然也是锻炼我的耐心 而且有时候一问 超过一个小时 结果旁边的人都 有点快要骂他了 但是对我们来讲 也是一种锻炼 那可能是佛菩萨一家子 我就有一个灵感 我说我请教你一下 你有没有曾经 把牢上一句教诲 落实三个月 他被我这么一问 愣了一下 他说 看得不放得下 我说这个还是道理 孔子说的 博学于文 我们听了那么多道理 于之以理 你要落实在 理是什么 你跟父母相处 父母乎应勿还 父母命行勿 就是父子之理 夫妻相敬而兵 夫妻也要守理 你不尊重对方 那可能日积月累 对方就要火山爆发 忍不住了 你不够尊重对方 夫妻也要守理 所以古人说 举案 其美 有没有道理 我们一想累死了 你都没有体会到 古人的考虑 越近的人 不知不觉 就会容易随便 恭敬性就会不足 你看古人看得多透 那 这两句 博学于文是解 听经文法 约之以理是行 理就落实在五轮里面 君 仁 臣 忠 都是落实 义可以服 判以服 判就是偏 所以只要不落实 礼教 轮常的这个十义 你不落实 一定会慢慢偏 不要侥幸 我见过同修 一讲老儿上的教语 讲两个小时 都不用打斗点 一开口便来 可是一回到家 夫妻关系 没有办法处理 他就是懂了 一大堆经教 用不出来 夫妻相处 老儿上说了 一句真言 哪一句啊 诸位结了婚的同修们 哪一句啊 你们假如现在说想不起来 那真是阿弥陀佛 老儿上这样的话 听一次就要周身难忘 老儿上的慈悲 都在智礼行间 你真的就感觉 痛哭流涕 你看对我们弘法的人 老儿上说 我最佩服孔老夫子的 八个字 恕而不作 幸而好 那个是对弘法的人 因为孔子是老师 自圣先师 我敢跟大家保证 你去查 古人的注解 一定没有老儿上这句 我最佩服孔老夫子 那孔老夫子自圣啊 老人家这么一讲 你就会重视这句话了 恕而不作 幸而好 我们一起出来弘法的 走了十几年的 只要不守住这八个字的 没有不偏能 慢慢讲着讲着 自己的东西就出来了 自己的经验都出来了 有才能的人 做成过一些事的人了 他的危机就出现了 所以黄老说 静一退酒 这有三个解释 其中一个解释 就是静一步 就有退酒步的危险出现 为什么说 少年得志 大不幸 年纪很轻了 做出一些事来 不知不觉觉得 自己很厉害了 什么都陈 可以做陈 心就开始傲慢 所以真心一法 不利有 不能放着自己的 成功的经验 而心开始变 那 我都曾经劝过 很有能力的人 而且他非常用心 在工作 所以在他那个领域 很成功 可是因为他得到的奖牌 肯定太多了 他就很愿意 分享自己的经验 可是这些经验 假如没有经典的印证 他没有沉淀沉淀 用经典 用老上的经教 铁定有 讲错的部分 那他又不知道 就会误导别人 可是很有成就 很有能力的人 我一般劝 拉他拉不回来 因为所有的人 都一直赞叹他 他就会很享受 那个感觉 他就沉不下心来 心好好听老上讲经了 所以老人家 你看 最佩服孔老夫 是忽宁我们教学的 老上又说了 我最佩服老祖宗的 好 你们知道下一句吗 给大家考试 老和尚都说 最佩服的 这一句 听一次就要记住了 行有不得 返求足及 今天假如把这一句话 记住了 能不能把夫妻关系 处理好 铁定人 夫妻关系是一报 随着自己的正报转 所以这个解根行不能脱解 一定要落实在 伦长礼教里面 好 因为我们今天是讲 朴弦行吗 情砖法文 这个李老师在礼教下了 从我认识他 他就下了 下了二十多年了 大家可以情砖法文 赶快读法文 李秉楠老师 九十岁要讲 常礼主要 这一点大家看懂没有 你高深的大乘佛法 你只要没有理 落实 解形不相应都学偏 老人家九十岁 亲自来讲 而且是讲给谁听 讲给几十年前的人 听哦 几十年前的人 根性跟我们比怎么样 好 那时候都要讲常礼主要 现在呢 你不学了 道德仁义 非理不成 你没有理啊 道德仁义是修不上去的了 好 那刚刚是跟大家提了 这个地址归 这些句子 你真的是要有配套 才能真正落实 见仁善及世纪要记下来 常常看 你就能效法 我们有时候 一接触人 很自然 老婆上 那个接待人的 那个 阴容像帽啊 橘子啊 就好像浮起来 你就觉得 好像老婆上 一直在加持你 我现在 一有客人来找我了 我就想到 教学了 恶若的情景 老婆上 摆着那一些 群书之药啊 爱与和平啊 那些书 聊到哪里 老婆上 法宝就出去了 我们这个游居士 他们都很有默契 老婆上 聊到什么 他们就开始知道 准备什么地上 所以这个 互把 默契是很重要的 假如这个 比方说 我带一个人出来 他都 跟我没有默契 那我一定 心跳会越来越困 那天遇到一个 应该十六岁吧 一个年轻人 说法师啊 我现在就要 跟在你身边 我说你现在 跟在我身边 能帮我干啥 我还得照顾你 我都这么苗条了 这个要学论语了 论语说 不换无位 不换没有那个位置 换所以立 他要考虑的是什么 我来到这个位置 我能不能 把这个工作做好 我要提升到 我的智慧 德行 能力 能胜任这一件事情 所以都在 用功提升自己 等到他提升到 可以做那个工作了 又没有机会 又是另外一个考题 人不知 而不运 不亦君子乎 当然 现在一般 你提升到 那个能力 现在都很缺人 一般就会有 任务出现 而且出现的时候 你推都推不掉 这个是我的经验 我有一次把那个日本 要去日本 等课程推了 很高兴 推掉了 后来过了几天 他们 办课前几天 那个主讲人不去了 他们又跑去给老儿上说 说让我去 你看推都推不掉 还得去 你看那个 李秉兰老师 三十周年 圆集纪念 那个 黄警官邀请我 我吓得半死了 那个都是老儿上的师兄弟去讲的 我们是玩 玩两辈的 孙子辈的 那种场面 会吓得直兜手 然后那个都是徐晓明老师 江一志老师 这个辈分的出来 我就把他推掉了 结果 后来 两个老师 不能来了 然后呢 他们就去找老和尚 然后老和尚同意了 我是说老和尚同意我才可以 他说好 老和尚同意了 勉为其难答应了 后来呢 这两个老师又要来讲了 然后呢 我说老师来了 可以不讲了 他说已经公布出去了 来不及了 告诉大家 那几天 我连睡觉都睡不好 每天想着要上台 就吓得半死了 后来 上台前十分钟 我坐在底下 赶快念佛 赶快念佛 一念佛 佛菩萨祖先一加持 有个灵感 什么灵感呢 我上台去 是做学生 听了那么多 都是师俗师博 这些长辈讲课 我是最后当学生 做报告的 所以我一上台的时候 请把我这个椅子移开 从头到尾 站着讲 做报告 学习报告 一下子压力就没了 确实 这些都 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了 好 所以真的 我们提升了 自然那个圆 就会水到渠成 而不是说 激动的要去要一个职位 成德当时候 跟这个传统化的缘 接上了 比较关键的 还是一直在想 老婆上教的六度 普贤型 我们怎么用在 学校里教孩子 那你有了一些体悟了 才能够去供养别人 那后来去了海口 才能够跟教育界 跟当父母的人交流 不然 你一讲话 人家就觉得 一堆理论 蔡老师啊 你又没有当过父亲 讲话 站着说话 不腰疼 那我们有用心 真的是全身心陪孩子 我们讲出来的那个话语 人家当父母的一听 也能感觉到我们的 这个爱心 你那个分享出来 可能也会触动 同行业的老师的心 所以我们的任务 往往是你自己提升之后 自然感召来的 好 那还有我们这个义工里面 刚刚讲的这些 都是义的落实 包含情义 很念旧 你看那个法会 假如你接待的人 你一见到他 哎呀 你们去年也有来 他一听心里就很满 哎呀 你还记得我啊 包含 可能还记得他一些情况 还主动关心他的身体 或者关心 你家里老人 有没有好一些呢 身体怎么样啊 很有人情味啊 这个 他还没有听经文法 还没有做法会 就已经被你感动了 我们就在为人演说了 还有恩义 那我们 这个 像昨天 我们庙公长老 长老他出家三十年了 你看昨天那一堂课程 他佛法下的根基非常深 我常常听他讲经的时候 他就会讲佛陀那时候的故事 我都感觉 好像 他就是从那个时代来的 不然为什么 为什么讲故事 可能讲到那么细 讲到 讲到都掉眼泪啊 就那个场景 好像他特别熟悉 那昨天那个字 闭目词 大家有没有感觉 那个心很罗软 几乎 全面都感恩到了 连无形的 护法神都感恩 连大众捐款感恩 献上同修都感恩 当然离不开 我们所有的义工 这些护词 还有主法和尚 阅重法 这都是我们学习的地方 昨天长老 闭目词 我们学到了 好不好用 那你就是知恩报恩的人 你随时可以看到恩德 你就会产生 报恩的动力 而知恩报恩就是菩提心 大家看念本师恩 知恩报恩 念父母恩 念师长恩 念施主恩 念众生恩 这个念恩的心 你能够提得起来 你每一天都能感受到恩的 诸位同修 今天你来到这个会场以前 有没有思维过 有多少行业服务你了 今天早上你一睁开眼睛 先去开灯 是吧 电力公司服务你了 再来那个电灯公司也服务你了 是吧 接下来你一下床 穿鞋子 鞋子公司服务你了 你盖着棉被 床服务你了 你走过去 一镜浴室 牙刷公司服务你了 牙膏 自来水公司服务你了 那个镜子公司服务你了 不算了 算了就不用讲课了 一日之所需 百公是违背 你真的念恩 你看到一个服务人员 你会发自内心的感谢他 我相信 他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 对他的微笑跟感谢 因为他可能做了三年 他也没有遇过这样的人 这么真诚地感谢他 你就触动他 他会感觉他工作的价值 假如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这么去感谢每一个行业 我相信 整个各个行业的磁场都变了 从我们这一刻念恩的心开始了 老和尚 19年 应该会长都有记忆了 当初老和尚一直说 我要回香港 一直在做安排 后来一些因素 都还没有回来 大家也不敢问老和尚为什么要回 回香港 我就斗胆地问了一下 我说师父啊 你怎么这几天都说要回香港 老和尚说 当初我们在香港弘法 同修们都是一块钱 两块钱 只要支持我们 我不能太久没有回香港 就时时念着 一开始同修们那种 对我们敬忠的互念 这些恩德都没有忘 陈德住在高雄 只要老和尚说 回哪里啊 师父我回家一趟 回高雄 老和尚马上 一定要帮我跟那个简太太问候 高雄最早的金钟学会 高雄金钟学会 就是当时候这个梁 简居是负责的 都是既得当时候 其实这都是老让的学生 但是老人家都是既人家的恩德 好 我相信我们都是这样的 念彼此的恩 我们的团队就越来 越有凝聚力 还有这个结义 那因为我们在服务大众 也都要守一些规矩 那像我就是不好的示范 怎么说呢 很多走后门都从我这里走 大家要知道 我在单位里面算比较高的位置 后门都在我这里走 类似团队的人 你看走个后门 加一个人进来 床位要重排 床位要重排 我们有时候 不能设身处地 人家在第一线工作的 那个 强度是很大的 所以 为什么我这么瘦 走错太多次了 所以现在从我这里走后门 没门 经一试 长一试 但是你守住原则 合情合理合法 守住原则 又不能让他太失落 还要多送他一点东西 只是不能给他门票而已 因为没门票 对啊 情理法顾及到 虽然他进不来 今天丁客了 但是 这个 你可以上什么平台 我们一起学习 有问题再提出来 他才不会失落那么大 好 再来是李毅 昨天举 你看老婆上接待 那个女导演 那种恭敬 那种周 这个周到 就触动 他的善根 这一点我们 这个香港团队 还是做得很好 我们每一次 回到香港 都会胖 胖个几斤 都很热情 那我们 这个老人家的道义 我们 都 体会到了 观察到了 进而落实在我们 做义工的这些因缘里面 这个是助修 那因为我们是 要往生极乐世界 这个助修里面 有一个功课很重要 叫 德尊 普贤 第二 贤共 尊修 普贤 大事 之德 因为极乐世界 是普贤 菩萨的 法界 所以 我们 有老人家的法身 会命 法身 设立 来护持我们的会命 所以 成德 感觉 老人家 从来没有离开我们 你想起他的教诲 他就在加持了 我们这一次法会 做的几个片子 要多看几遍 只要感觉自己心情不好 赶快再看一遍 马上就被老人家 慈悲的面容 跟婴生 射索回来 而 老人家在菩提心 贯注在整个生命中 有开显 普贤性 我们依止这些教诲 来落实普贤性 第一条 礼敬诸佛 谁是佛 虚空法界一切众生 各个是佛 有勤众生是佛 无勤众生也是佛 所以这个礼敬 是平等的礼敬 真诚的礼敬 我们对于资源 我们不随便浪费 虽然大众的支持 是很足够 李宾尔老师说 一块钱 要当两块钱佣 施主一利明 大如虚弥山 尤其成德 现在出了家 现在念这一句话 都要深呼吸一下 好 那我们 对这个人好 对那个人不好 就错了 没有平等礼敬 所以我们现在检查一下 我们这几天服务人 有没有偏心 那就没有落实理性诸佛了 那你一偏心 照业了 这一条 可以做到了 决定是以真诚 亲近平等心 尊重一切众生 因为一切众生 皆是诸佛 佛在经上说的很多 一切众生 皆有佛性 凡有佛性 皆当作佛 这是佛对我们说的 佛在华言圆诀 讲真话 真话是什么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本来成佛 这个话听起来很难体会 要说一切众生 皆当作佛 我们能够体会 他现在是凡夫 将来慢慢修行 会成佛的 说现在就是佛 我们很难体会 但是佛所说的是事实 所以我们对于一切众生 怎么能不恭敬 怎么能不尊重 其实众生有习气 他的佛性都在 大家有没有观察到 一个平行 比较不好的人 大家要看我 不能看旁边 要有定力 刚刚那个声音是 佛菩萨安排 考大家 有没有专心听 你看 一个手机的声音 都比我庄严 你们都被他吸过去了 这样会伤害我幼小的心 往往都是 有很重要的法语要讲的时候 突然手机就响了 有感应 好 这个时候更不能看 哪个方向来的 那那个人不就更尴尬了吗 礼敬诸佛 你看 不要说古人 我母亲 父亲那一代 听到 人家在讲 某某人的坏话 他们那个表情就 觉得 很不忍心听这个批评别人 然后就会回忆去 比方说这个人批评他太太 你先生有什么优点的 就听别人的不好 心里难受 厚道 所以我们要考虑到 你这个眼神一过去 他会更尴尬 体恤到他的心情 那这样我们的心就更柔软 好 那我自己也是带过学生 那个全校最皮的孩子 可是你真心对他的时候 他在你面前就像绵羊一样 他也希望别人信任他 肯定他 这个就证明了 他习气再重 他真心在 天下无不可化之人 但恐成心未知 你真神了 他的善根就出来了 众生本来是佛啊 我们现在没做到 不但没有做到 甚至于对父母瞧不起 对老师瞧不起 对同学瞧不起 你念佛怎么能往生呢 你念佛的功夫再好 都不能往生 我们现在一听到 不能往生 耳朵就竖得很长 重点 注意听 所以现在讲什么 都要跟往生挂钩 人家才愿意听 吃饭跟往生有关 因为你十存五关 用菩提心吃饭 但吃饭也是修行 也有功德 你吃饭的时候 哇太好吃了 赶快赶快 吃完赶快去拿 贪心 功德都破掉了 所以老和尚常说 你会吗 会不会修行 会修行 穿衣吃饭都是修行 不会修行 穿衣吃饭都造轮回业 好 为什么呢 西方极乐世界 通通修普贤行 你与普贤行 没有一丝毫相应 阿弥陀佛和慈悲 欢迎你去 西方世界 这些大众不欢迎你 为什么 你跟大众不能相处 你到那里会尊重阿弥陀佛 对大众不会尊重 你不是普贤菩萨 西方极乐世界 普贤菩萨的法界 从凡胜同基土下下品 到石暴土上上品 全是普贤菩萨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石性位的普贤菩萨 石柱位的普贤菩萨 石行石灰向石地的普贤菩萨 通通是普贤菩萨 所以普贤食愿 祖师把它列在早晚课里面 用心良苦 天天要念 天天提醒自己 早课是提醒 晚课是反省 大家每一天早上 有没有念普贤食愿 要念 时时刻刻不能忘记 我们起心动念 与食愿相不相应 那这一段里面 当然都很重要 其中陈德 要特别提到的是 甚至对父母 瞧不起 师道还建立到 孝道的基础上 不尊重父母 要尊重老师 尊重他人 就难了 所以礼敬诸佛 首先要礼敬 恭敬自己的父母 没有他们 就没有我们 现在的生命存在了 生命来自于父母 这个恩德 很大 那陈德刚好 跟 学生 我们汉学院的同学 交流这个 太上感应片 汇编 里面有一段话 看得很 印象深刻 也很感动 古人提到了 孝子 是侵 侵奉自己的父母 不可使无亲 有冷淡心 不要让父母 感觉被冷淡了 我们有时候 很容易站在 自己的角度 我很忙啊 我父母应该知道 我的孩子应该知道 那是站自己的角度 没有及时去跟 父母 沟通 让他了解你的情况 那可能你父母 来你们家住几天 结果你都忙东忙西了 也没有坐下来 跟他们聊聊 会不会老人家觉得 哎呀 我是不是在这里 打扰你了 你冷淡的父母 可能他老人家就走了 包含孩子 你在该陪伴他的时候 你忙又没有告诉他 他会不会不知不觉 产生 哎呀 我爸爸不理我 爸爸妈妈好像不要我 这可不得了 一个孩子 在他的心里 产生的这一念 都有可能影响他一生 这是孩子的真实状态 我自己面对任何事 我都感觉我有后盾 因为我的父母 我的姐姐家人 都会全心全意 扶持我 那个是多么安定的力量 一个人假如会担心 父母爱不爱我 你说他的心会安定吗 很难了 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女士 看小花 看到 哭得 死去活来 想到小时候 都是十岁以前的记忆 他的父母 来 把你给 这个大姨 结果呢 带回去一天 也是哭得 止不住 隔天就把他带回来了 结果这个妈 他妈妈跟他说 我不是真的要把你给人了 可是那孩子 他已经产生这个心理了 结果他就是看到小花 把他几十年前的清理感受 释放出来了 哭得 忍不住了 他说 我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我对父母 都是有这种 谄媚 不安全感 怕父母不要他 然后他说 他到单位去 就会忍不住 要谄媚他的领导 一个人跟父母的相处 会影响他跟老师 跟领导的关系 好 所以我们真的 时时恋 不从自己的角度 去看事情 要设身处地 从当事人 从我们父母 孩子 家人的角度 感受 去看 就是在这里 放下我见 我执 佛法的修行 不是看你念多少佛 不是看你修了几十年 那个只是一个外向 也只是一个手段 真正的功夫 在放下多少习气 佛法重食指 不重行事 所以会修的人 在一切境界当中 这个我执 我见 越来越淡 我们现在 假如不重视 放下我见 自己的 看法 想法 会越来越重 听不清 人家全 你看 世间要做好 领导者 唐太宗 这么有 聪明智慧 那么有能力 他还要 不只是 纳见 他还求别人 提醒他 求见 都是我们的学处 好 所以我们 侍奉父母 不能让父母 感觉冷淡 好 不能使 无亲 父母亲 有烦恼心 因为 我的关系 让父母生烦恼了 这个孝子 不忍心了 所以现在 从小到大 父母很容易 烦恼我们什么 不要烦恼我们 熬夜 烦恼我们 乱吃东西 要不要从这些地方 下空腹 要 开发性德 孝轻 尊师 不可使无心 有金不心 结了婚 都没跟父母讲 带个人回来 爸 这是我丈夫 或者爸 我把工作辞掉了 有啊 我们这个修行人 那个执着静起来 如露无人之静 你自己 反正 该是我的福报 跑都跑不掉 可是你不能 用这个理 去要求你的父母 是吧 你得要做着 让他觉得 你是有慎重考虑 甚至于 你能考虑到 他们的接受度 你会把下一个工作 找好了 然后再过度过来 不会让他替你担心 我们曾经遇过 那个 同修说 他辞掉工作 他妈妈三个月 睡不好觉 事后他才知道 事后他才知道 不可使无心 有愁闷心 不能让父母 起了这个 很郁闷 尤其什么 我们对父母 讲话 表情 言语 不尊重 我们是他 一把死 一把那种 拉扯 长大的 在他心里面 都是留着我们 心肝 宝贝 那个形象 他的心肝 宝贝 用很尖锐的话 对他讲话 我看没几个 父母 说得了 那这个话 留在他的心里 他就会很 郁闷 不可使无心 有愁闷心 不可使无心 有难言心 就是要跟我们讲话 要考虑东 考虑西的 又怕我们不高兴 又怕我们怎么样 佛弟子 要让父母 跟我们讲话 没有任何负担 什么话 都能直接跟我们讲 这才是我们恢复的 父子有亲 好 不可使无亲 有愧恨心 比方 我们跟父母讲 当初那件事 就是你建议的 害我现在这样 那父母当时候的动机 也是为你好 说实在的 你后来发展不好 还是自己业力 自己的命运造成 结果你把这个责任 都推给父母 那父母很难过的 是吧 我们应该是怎么样 爸爸妈妈 哎呀 当时候 给你建议 也建议的不好 没有没有 这个是我自己的命 你还要安父母的心 才对啊 好 这太上感恩篇 会编的一段话 好 这个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刚刚是几分开始的 这个时候我很计较时间 我们第二是 这个老让的惊叫 大家好好听 这个 法身设立 第二是称赞如来 夫妻 白头偕老子 一句真言 只看对方的优点 不看对方的缺点 而且你看到了 又赞叹他 这个夫妻就和乐了 孩子就健康成长了 那老人家教了 永远保持一个善心 如何能够落实称赞如来 慧能大师讲的 若真修道人 不见事见过 这一句话就落实了 大家不要偏道 连对错都看不清楚 看得清楚对错 但是不放在心上 心上放阿弥陀佛 而且我们修普贤行的人 为什么能理敬诸佛 你没有理敬诸佛 很难称赞如来 因为你相信本觉本有 不觉本无 所以那个是习性 那个是虚妄的 妄心 妄心是假的 你都看真的 他福性在你 所以你能够尊重他 而且我们亲戚朋友有错 我们不忍心他犯错 清楚他的问题 不放在心上 都是想着怎么护念他 那别人错 变成你 提升你的责任性 提升你的善巧方便 都是好事啊 所以普贤菩萨 只有赞叹 没有毁谤 你去护念他 广修供养 护念的 对方生烦恼 回来忏悔业障 你看 你一个劝人里面 普言行都在里面 见一切善事 撑阳 见一切不善事 心里头痕迹都不漏 这一条才落实 那我们今天是什么样子呢 人家的好事 忘得干干净净 人家的恶事 记得好清楚 永远不会忘记 完全跟普贤实验颠倒 那你怎么能往生极乐世界呢 我在英国 见到一个七十岁的老先生 他给我 讲说 这个人真奇怪 我这七十年 明明有很多快乐的事情 可是我怎么一想 就是那不高兴的事情 这个也是善知识 他来教我 我赶快检查检查 我心里的状态 老阿上说 自爱的人 不把别人的过失 放在自己 纯净纯善的心中 放人家的优点 放人家的好 那你见到人 很自然就称赞如来 好 所以我们要 想争取 得到西方极乐世界 诸上善人 普遍欢迎我们去 我们能不能做到 能做到 只要我们 起心动念 言语照做 跟十愿相应 西方极乐世界的大众 没有一个不欢迎你 你要与十愿相违背 说老实话 今天十愿大家会念 十愿里面的意思不懂 你能讲 你能解 解得不够深度 所以你没有办法落实 所以解要解得深 解得寡 解得圆 老人家解这个普遍形 解得太圆满 好 这个我不用讲完 这样大家就会回去听了 那确实我们做义工 我们把我们所学的 都供养出来 表演出来 这就是广修供养 让接触我们的大众一看 哇 这个是活的 无量受精 不能只有海贤 老和上演 不能只有老和上演 活的群疏之药 人家一看我们 办事情 有条不问的 很有章法 忏悔业障 我们一个念头不对 一句话讲错了 马上能反观到 马上能调整 事后都能反省 检讨 经一试 长一智 这个都是 忏悔业障的弱势 随喜功德 对质嫉妒 在团体里 别人表现得好 随喜他 不嫉妒他 多推荐一些人才 这个功德无量 勤转法轮 人不学 不知道不知义 现在人心有千千节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都要靠听闻正法 所以我们在自己的社区 自己所在的单位姻缘 请转法轮 请善之士来讲经说法 就像我们东北 大连 这个菩提心 护持刘树荫老师 成就一个六合小院 你看他也是 勤转法轮 刘老师讲三遍 无量受惊 这个菩提心也是 把勤转法轮 请佛注释 表演给我们看 接下来三句 老和尚说的 都是回向 藏水佛学 回向菩提 横顺众生 回向众生 普接回向是回向实际 就是回向自信 那三条是回向 拓宽心态 若有见闻者 吸发菩提心 一个众生都没落掉 净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果 你不能在念这一段的时候 某某人除弯 那这个就 不是普先行 那这个 我那天遇到一个高中校长 他学生六千多人 他每一天回向要二十几分钟 我听了都感动 你看多少学生都在他的心中 一有什么状况帮他回向 他说回向真灵 都很有效果 但是他有一个分享 很值得我们 重视 他说回向比较没有效果的是什么 是忧郁症已经现前了 所以病要早治 身体也好 心理也好 越早越好 不能脱 脱了 十节因缘过了 就更难了 好 那横顺众生 我们就要本土化 现代化 就像刚刚说的 你那个 做这些法宝 五分钟 八分钟 他一听很认可 可能他就慢慢 愿意长此熏修了 好 那今天呢 这个法轮未转 十轮先 可能大家肚子都 咕噜咕噜 这个我再继续讲 脑害众神 犯了杀戒 大家已经饿得 有点辛苦 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